承受的灭魂印是个傻玩意儿 它的作用是什么 其实相信看我原著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灭魂印的作用可谓是极其的夸张 因为它不仅能够奴隶驱使于他人 并且还能够利用灭魂印去修炼 当然了灭魂印的修炼条件也是极其的苛刻 可以说实力竞技在7阶以上的五王才能够勉强的施展 并且他们所施展出来的灭魂印还不是最强的 而是只能够使用出来十分之一的效果 但即便如此 这灭魂印也能够控制他们的意念 在别人的脑海当中留下自己的灵魂印记 而这样一来的话也就意味着 被施展灵魂印记的那个人 不能忤逆主人任何要求 不然的话主人只需要一个意念 那么他就会瞬间魂飞魄散 除此之外一旦被施展灵魂印记 想要再次解除的话 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就比如血手王在被种下灭魂印的时候 也就只能乖乖的听从陈少的话 并且不光如此 就连其他的人想要斩杀血手王都做不到 因为这灭魂印虽然说是一种控制别人的方法 但是呢 这其中也是隐藏着一大部分力量 除此之外 但凡是有人想要斩杀血手王 那么陈少就能够通过灭魂印 精确的搜寻到血手王的位置 从而顺利的解救血手王 而要说被陈少用灭魂印控制的人 那自然是不止血手王一人 还有罗孟奇 当初的陈少在用灭魂印控制住罗孟奇之后 竟然直接引爆了灭魂印 最后也是瞬间就将罗孟奇的灵魂震伤 那么小伙伴们你们说 陈少为何不给大黑猫中向灭魂印呢 知道的小伙伴 快来小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